我旁邊的這些船隻 全部都還是用粗粗的繩索來固定捆綁的 那麼現場的漁民也表示說 今天所有的船隻依舊是沒有出港的 全部都是好端端的停在港邊 而一旁的貨車全部也都是停好 就是因為要做好這個防台準備 那麼現場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風雨可以說是越來越厲害 這個風勢雨勢的強度 甚至比昨天的清晨還要來的明顯 原因就是因為事實上這個 宣蘭諾颱風是在昨天晚間11點的時候 才正式出路 而接觸陸地的範圍就是位在東北角 因此基隆這邊可以說 在清晨這個風勢雨勢 依舊是相當的明顯 氣象局也持續的針對了 包含新北市 宜蘭市以及基隆市 來發布這個路上警報 那麼也是提醒民眾 在今天這個風雨 依舊是持續會延續整個上半天 都是有風有雨的情況 那麼尤其是記者現在目前 未在的基隆這邊包含了東北角 北海岸還有大臺北地區 以及恆寸半島最大陣風 都有機會達到10到11級 那麼至於藍嶼綠島就更不用講了 氣象局已經觀測到了最大陣風 來到了13級 所以在今天上半天的時候 提醒沿海的民眾呢 一樣是要做好防台準備 那麼今天是週末假日 如果沒有特別的這個要事的話 也是盡量不要前往海邊來活動 以維護自身安全 以上是歡迎來到現場情況 向前鏡頭交還捧那種